泰米尔顿一干精准远台打进 白球回来之后并顺利的交到了粉球 虽然粉球还可以进攻 但是最后一颗红球位置并不理想 于是泰米尔顿思路一转 想给丁俊辉制造点麻烦事 推到梗球后面 泰米尔顿顺利的防守 只拿6分意义并不大 如果一干斯诺克可以换来一个进攻机会 那么显然性价比更高 泰米尔顿思路一转 他只能打开线线先 他只能打开线线 然后他会打开线线 但如果他打开线线他会 他会打开线线 那是很棒的 很棒的 Nice! 伊迪威两次成功勾结到红球 迪甘写得很细腻 丝毫没有留下任何的机会给对手 真是勉快 和米尔更紧接着又成功坐上一杆 看看这一次 伊迪威还能不能顺利解到 虽然成功解到 但丁俊辉这次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把篮球也踢进袋中 并且红球刚好被挡住 这一杆还送给对手一个自由球的机会 Well surely here he's to knock the green in and play on the pink is he and just try and win the frame and not think too much or too deeply about this Greeners are red get the cubal right down onto the black cushion just got to do this ру揪着一种等于你思考一下 枫根重疏命你 不是太容易的, mind you 谢谢观看 I think Hamilton can get to the potting angle on the red Yes, I think just, not a lot of it sticking out He clearly could because he overcut it That was a good chance, there are two now In successive shots In trails by twenty-three In trails by twenty-three 并且红球旁边还有咖啡影响 这一杆如果解不好 同样也是有很大概率形成自由球 有关系的距离 黑暗和黑暗 那会是一样的,如果对白暗的同样的 看起来这个尻尻尻尻尻尻尻尾 在这区里的数字里的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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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所以沒有人知道哪一球打第一球 你根本要靠家庭的敵人嗎 絕對 哈密爾頓沒有成功解到 因為咖啡擋住了紅球左側矛邊 這一桿也形成了自由球 紅球打進 丁俊輝叫到了黃球 打進黃球之後 丁俊輝還落後16分 他需要輕台才能力轉 而目前的球型 最大的難點就是庫邊的黑球 看看丁俊輝能否順利拿下 只能讓他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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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认识,不仅很平均 不仅是正确的 但是正确,正确 所以 如果我可以到处理这个 但是可以用一点点的力 八 八 二 是我们不知道 what this table is 与上 the cushion below the black spot sometimes they rattle and stay there sometimes they just fall in we're going to find out 很快的,因為他現在沒有選擇,因為他失敗了Cannon 這是一個賤賤吧?我以為他只能玩 我以為他會再嘗試把黑色打進去 一干連打帶K,但可惜TG還是沒有什麼好的機會 金晉暉也是有些鬱悶,現在兩人只相差4分 誰能拿下本局勝利,就看著最後的黑球爭奪了 金晉暉這根防守出了問題,給漢密爾頓留下遠台機會 看看他能把握住嗎? 如果他在背後面 這是一個2-0 lead 這是一個1-0 漢密爾頓黑球沒有打進,同樣也給丁俊暉留下一個機會 看看丁俊暉又能不能把握住 同樣也是不盡 並且這一次,丁俊暉送了一個更好的機會給漢密爾頓 還是不盡 看來剛才長時間的防守導致進攻手感都下降不少 連續的機會,兩人都是一再錯過 third chance for Hamilton, albeit from distance third chance for Ding third chance for Ding Hamilton's had the best chances at the black though, of the two players, for sure fourth attempt fourth attempt for 2-0 哈密爾頓撸起了袖子 看著氣勢挺不錯的 可惜整度還是不夠給力 也許不可以用來看 這個不可以做不太容易 能把這招待很容易 不太容易 我們還是想要去看 這兒出現的角色 因為這次是對方的角色 只是一個捲的角色 但這不是不簡單 很容易 至少是可惜 至少是可以打出出 了 應該會失敗 這次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收看订阅的朋友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